关山消防分队有一位来自高雄现年21岁的龚家方 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国立大学的护理系 不过在毕业前夕他接触到消防队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他也决定要踏入消防单位 进入一年的他已经是学长们口中的女强人 伸手脚垫穿上厚重的消防衣 他的名字是龚家方 21岁的他来自高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年纪的女孩 应该都是要读大学才对 不过龚家方说不想要毕业之后就出来负债 就在毕业的前夕接触到了消防队 刚进去一年的他常常觉得自己的体力不如男生 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 那你觉得对未来有什么期许对自己 因为消防工作很广 我们做的事情范围很广 山啊 山难啊 然后水域收救啊 然后救火啦 还有车祸救助啊 有种就是我们的范围真的很广很广 做的事情一样啊 对啦啊 就可能男生体格上面会比较有优势 那女生就就就就尽量就是尽量练 然后至少至少要要可以应付救灾这样子 我想我们家方在去年来我们观山大队服务了 那他来这里让我感受到他是很有热情的一个消防同仁 虽然他是女生 那他所所要学习的所要表现的企图心是并不输给男生 那我个人对他所了解的 他好像对我们的救护工作是相当有热情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台东现在是在推这个高级救护的这个工作 那他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来做进一步的挑战 也对我们的百姓有更好的帮助 现在的他已经是学长们口中的女行人 也因为自己的男朋友正在台东任职警察 现阶段也没有回到家乡高雄的打算 而这对其女党一个是人民的保姆 另一个是救难级先锋 他们也在台东共同来为民众的安全努力 记者叉叉观山正报导